OK 好我这边就先来做一下这个说明 先做一下麦内玛的这个 它的model的说明 它的那个通用线性模型 其实跟前面的大同小异 但是多了一个 这个叫做那个 呃就是代表的是 这个共变数的部分 我这边我用的是这个 叫做随机拮据 去代表它 因为它这里是 是那个通用线性模型的关系 这里也可以跟你们 说明一下这个 在那个前面那个 呃 相依样本的那个 重复量数的变异数分析 呃比较没有讲的 就是它的回归模型 讲的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原因 也也在这 或者讲的很快 的原因是因为在那里 我其实应该要再加上这一项 好 那这里的话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呃 它一定要加上这一项 它 它这个才能够 就是说 去 哎没有 它就这样子 就是说才才才能够去去那个真正的 去 去 比较说 这个time 好 它这边的这个应该是 嗯 它这边的那个要比较的model 另外一个model 应该是 只有 好 纯粹 只有这个 共变数 好 它这边应该有一个model true 好 这边就是 它这下面这个卡方 这个 likelihoodhood ratio test 4nb 简定 它应该是要比较的是 呃 就是说 是 这两个model的4nb ok 就是有 就是一个是 有这个 我们有关心的这个图片像time 就是之前之后 那另外是没有这个time的这个model ok 好 那其他的都跟前面的那个独立性简 简定都是大同小异 然后我这边我现在才注意到这个是可能是云端版的bug 你们本机版我是希望应该如果说要做这个比较比较平常的的这个卖的卖内码简定 你用用这边列连表 frequency上面这这里 这个下面这个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但是它的它的那个限制就在于说你的资料一定要是宽表单 所以说你这你这边就有一个一定要放这个before终于出来了 还要我我给它点一下它才会出来 它这边就是这边的话就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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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电子书一模一样 然后你们可以注意到 它的这个卡方简定 是看的是这个10.3 就是这两个10.3跟12 然后你们就知道它这边这个correlation就有一点点差异了 因为关键就在于说它其实有这个ID就是受试者 因为它这个相一样的 它是那个同一批人测每个人之前跟之后的反应 所以这无论如何都一定有这个贡变 就是这个贡变就造成说它的这个卡方的简定 校正前跟校正后会有一点微微的差别 不过它只要没有差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都可以下一样的结论 然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它跟这个model这个10.3又有点差异 然后跟这个logout ratio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它这个还是有自由度 这个显示的就是说 上面那一个应该是一个有用model的 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是根据model的简定 那它的这边这个H0跟H1它是就是很简单 它的H0就是 它的H0的主张就是说是response before 就是前后等于response after就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response也没有拼错了 就是前后的这个反应的次数没有差异 那那个H1就是前跟后是不等于的 不过这个很明显应该是不等于的一个差异 我们可以下不等于的结论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政党广告宣传的分析 宣传效果的分析 就是在测量某选民就抽 就是随机的找人问 就请你去给你看就是说 在给你看这个广告之前 你认同某个政党的 你认同某个政党的态度是yes或no 然后跟看完后 你对这个政党的认同度是认同是yes或是no 它就是一个二元的反应而已 然后这里 这个因为这个卖内码是蛮少有人 我是觉得我的领域是很少有机会碰到 但是你们就不一定 因为我也不知道你们之后会怎么发展 可能还是会碰到这种 量尺是纯粹名义变相的状况 那如果是那个时候在处理的时候 有个细节请你们注意一下 两个名义变相 就像这个宽表单 before跟after 它的这个level的次序一定要是一致的 请注意你们可以打开这边看 我这边是设定yes在前no在后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也有做一个助记 给大家留意 就是留意 这两个宽表单下 两个变相的阶层顺序设定 要是一致 不然的话他这可能算出来的结果会完全都会有变化 因为这个就是名义尺度跟这个连续尺度最大不一样的地方 我倒是觉得这个可能在很多什么民意调查的情境里面很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检定方法 有机会用到的话就试试看吧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再示范一个 因为这个刚刚好可以用到这个logistic regression这个 binomial的状况 你们可以试试看 他做出来就会跟那个第一个通用线性模式 他做出来的卡方检定 不过他又有点不一样 这个表示说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检定方法 因为主要是名义尺度它不像那个连续尺度的计量是可以讲究不边系 你用那个不同的那个model去测试它都会不大一致 这四种这个类别资料但是都有介绍 完整的介绍介绍过了 好那我这边这个先站 我这个录影先告一段落 这个那我